聖界 cache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妳要叫我們才用 雌忌 雌忌他們在內湖 要做一個開發案 那是個保護區的開發案 他們提出來說 要改變地墓的理由 只有保護區要能改變地墓 只有兩個 就是因為國法跟經濟 那他們說他們是綠經濟 善經濟 善經濟 沒關係 善經濟 我怎麼聽到是綠經濟的意思 沒關係 不管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善經濟跟綠經濟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我記得他是講聚經濟 因為他們會把他們做很多資源回收 一些事情拿過來講 我也不知道他們做資源回收 或是要辦很多的環保演講 但是問題是一個基本的認識 保護區域擺就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保護區域就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就是從綠色經濟 我們這樣講的話 大家知道綠色經濟的根本就是 要確保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全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說 你要做什麼綠經濟 或什麼善經濟 然後去忽悅這一塊的話 當然就沒有資格使用這樣的一個名詞 來做一個來做個結構 對 你講得到就是他們明明就可以選擇別的地方 OK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能力證明可以創造那些 那些 重業機會 這到底有哪些 那 然後這些機會 是不是可以去 真的去 有多大的業務 去吸引人 去投入 然後去創造一個很龐大的這些機會 然後達到所謂的社會 這樣的效果 就是有沒有辦法 有 有沒有一個量化的結果去支撐那樣的 支撐那樣的環境就是 有 像我直接舉例 我直接舉 那個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像是 我們自己就算過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把 核市場 後續的那個興建 興建營運跟核費耗的接下來 後續的成分 我們自己分析過大概是 一兆一千億嘛 一兆一千億左右 如果這一兆一千億 拿去丟 丟在再生能源方面的話 它可以創造四萬個就業機會 而這四萬個就業機會 就比台電一整家 一家公司的 員工數 還得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 這樣有個例子 有沒有可以回答到你的 這個例子 可以這樣示範一下 那些 形態 OK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這邊能不能直接找到 那個 綠色經濟的 綠色經濟的話 他的工作項目上面 我們大概有 OK 不好意思我這邊可能一下子 一下子會 好 我那個綠色經濟的話 主要的就業機會當然是 我們認為說 綠能產業是一個 綠能產業是一個 但是我們要求 綠色經濟 它其實有 它有兩個指標 就是說 你除了 除了你這個工作項目上面 是要是 是要一個 是在對環境有益的工作項目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它對勞動 它也必須要是一個合一的勞動 所以如果你是在太陽能板產業 但是你的太陽能板 確實跟以往的高科技業一樣 不注重那些毒物防護的污染化 我們認為說你這樣的東西 也都不夠資格稱為所謂 叫做綠色舊業 然後綠色經濟裡面 就我剛才講的 還有包含幾個面向 包括像是在農業方面 在農林部分的話 就包括像林業管理員 然後就是像農業方面的話 像是小農 像是有機農 這些部分都可以算是綠色經濟的一環 然後在那個 像在廢棄物產業 像廢棄物部門的話 就包括支援回收業 支援回收業 但不只是說我們講說 那個一般的支援回收業者 還包括說 支援回收支援在製 這個部分 也都是 也都可以成為綠色經濟的類別 那一般人投入這樣子的行業 或許它有那些還高嗎 根據美國 上個禮拜出現了一個統計資訊 超高 而且他們的就業量增加幅度 比其他的業別增加幅度還快 很多很多 不過當然他們 美國外邊的話 他們來一個東西的界定 主要都 還是不要狹隘在跟能源有關的 包括能源效率提升跟綠能產業有關 但是他們剛好上禮拜有個分析報告 然後我們台灣的話 我們其實有提一個目標 我們台灣叫做綠能蓄生 綠能蓄生方案 綠能蓄生方案 這個是 綠能產業的部分 這是這個綠能產業的部分 他們是有些 楊水重墊 類似的 楊水重墊 他們在這個東西裡面 反而沒有去想 楊水重墊 如果說上面看來 那個綠能產業 他感覺他要的 然後力是比較高 就是 就是他有一個門檻的感覺 就是如果是照額上面的 能源產業 或者是 對 那這樣可能沒有辦法 幫助到 在頂程真的需要就業機會 所以這個的話就變成是有兩個層面 有兩個層面 因為 但這個部分可能會沒有辦法 但另外一個部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 水田工 水田工的轉型 就是 如果我們要把水田工 他們能夠轉成是所謂的 家戶的節能 風水師 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有在排這些訓練課程 我們投入機會去安排這樣訓練課程 課程化 那他們就可以去 輔助他們去 投入這樣的所謂的 綠能就業形態的部分 所以中間會有這樣的請 所以現在的 國家的社區 就是就業輔導會 你目前沒有 能夠做什麼 那個 節能風水師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但是 比例來講是很低的 我之前有寫過一篇 那個 就是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 叫做綠色就業輔導會 但是那個綠色就業輔導會 是假的 就是說 裡面爆出來的很多就業機會 其實都是 傳統的 那個電子業的製程 然後 對那個 我之前有寫過一篇文 然後再來針對著 不過我可以再提供給我 給我分享 再放一次 我想剛剛 這兩個問題 會不會要牽扯到 就是 台灣 整體 對環境保護的這個概念 因為 如果說這個概念整體提升的話 應該會是從市農工商 就是整個 我們整個 對外管 對教育 去跟大家講 這件事的重要性 還有 因為我們都知道 石油 這些礦產 它是這些能源都是 都是有限的 對那我們不可能說 這些今天 像提款一樣 提到最後 最後這樣一塊錢的時候 啊我們要停下來 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車子 坐我們很多的那些 都是依靠這些東西 所以應該說 整體 對環保的 教育的轉型 就是 大家 那個意思的抬頭 然後就是 帶動市農工商 對這件事 重視 最近的老師 可以 從事 從事一些教育 就是 像這樣 然後比較頂層 就是變成農友 或是 或是 或是像是老師 剛剛講的 學電工 他可以 他可能在 這方面 因為大家轉型 或是可能 車也不在開市 用石油 那我肯定是 會用電 或是像是 之前一個密度 用空氣的一些能源車 對 所以應該就是 比較 這個面穿要再去加強 像我們有些 策略性的行為 策略性行為 加速這樣轉型的發生 不是說是 現在大家也在學識 就會學識了 就是說 像政府 為什麼會推這個 綠色經濟 國家推動計劃 各國都在推 然後不推不起 但問題是 如何推的 是更 對全民有利的 有推總比沒推好 但是 我們希望他推的方法 是更有效應 這就說我們 這就說我們要去 建築 要去解釋 基本上我是 同一年的講法 那我就講說 像環境教育為例的話 如何讓他從 不只是 推廣方面 而是還有包括 技能 技能的提升 技能的提升 培養 這一塊的話 對 他們也可以鼓勵 就是 一些產業投資 能夠一些 對啊 加速他的發展 不過我們現在面臨 不過現在台灣面臨的問題 就是 你知道你是賭環工的 環境相關科系的 都出來不做環境方面的工作 這是比較可悲的一些事情 OK 放置 幫正常做 吧 高超謝謝 谢谢方教老师 那后续大家可以在脸书上跟老师做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如果有些不清楚的话 可以再从微笑方 微笑面后来联络我们 老师有脸书吗 大家都知道这一类的概念已经有了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 一直不是主流的概念 或者说主流概念 那就是我想就是 结合大家上课所学到的东西 再慢慢的去试着做做看 比如说其实之前上礼拜上说 他分享比如说毛豆绿基那些产业 那些也都是 如果是他本身是友善生态的话 那也是绿色的经济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用那种说故事的方法 把这个绿色概念讲得更新 或许是以后可以有一个地方 包括今天老师的简报 是不是我们有机会把它做得比较好 好看的文章 可能不是比较没有那么说理性的文章 大家也可以考虑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 下礼拜是黄飞宝老师讲解 开发可问 特别是我们去看过的华光社区 到底是要台北六本庙 还是台北华尔街啊 这些东西 他背后的现象 黄飞宝老师会从比较故事的故事设计来讲 故事设计一下 大概就这样 谢谢大家